安卓小平板的春天要来了吗 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红膜电竞平板3pro 对比上代小了一圈来到了9.06英寸 有点像个大好手机了 除了外观做了改变 这次它在性能和屏幕上也有很大的升级 能不能称得上游戏小钢炮呢 我是你们的豆 欢迎收看本期白问 这次它一共有两个颜色 刀锋透明暗夜和我手中的刀锋透明银翼 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银色的 更有科技感 黑色这台的话一体性更好 不过因为是玻璃材质 黑色沾染指纹后会比较明显 银色是1 黑色是2 这两个配色大家喜欢哪个呢 外观上是继续延续了 红膜电竞平板pro透明拼接的设计 中间有一个骁龙8至尊版的芯片 不过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元器件 它只是在内部做了一个私印的印刷 另外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 它取消了上代分离凸起的模组 这次它和手机一样做平了 颜值更高了不说 横向握持的时候也会更舒服了 后置单摄 下方有一个涡轮风扇 封闭式风道 散热表现如何 我们一会儿测一下 一体式金属中框 直角边 在边缘做了微弧处理 按键上有个和手机一样 红色的滑动式按键 能直接进入游戏空间 后背板的灯和风扇亮了 还挺酷的 横向握持 一边一个扬声器开孔 右上方有一个C口 支持USB3.2帧2 小平板尺寸也是重点 机身三围直接打出来 重量370克 在这个尺寸下不算很轻 不过它塞下了8240毫安时的电池 是目前小平板里最大的电池了 搭配了一个80瓦的快充 这充电器还挺沉的 屏幕方面是一块9.06英寸 2400×1504 165Hz的OLED屏 这应该是第一台 小尺寸的OLED屏板了 调到一个浅色界面 它的正面边框是四等边 只有4.9毫米 iPad mini是8.7毫米 这两台放在一起看 还是很直观的 应该有很多小伙伴 担心这个窄边的误触情况 我实际体验下来 感觉还好 没怎么出现误触的情况 比例上这两台也是不同的方案 一个是16比10 一个是3比2 大家更倾向于哪个呢 可以评论弹幕一波 亮度方面我们实测 这块屏幕的9点平均亮度 在670尼特左右 风平最大亮度差只有15尼特 全局激发亮度 可以达到1080尼特左右 调光上也测了 日常大部分应用 屏幕刷新率都是锁到了120Hz 达不到165Hz 默认高亮度 E-POSE雷DC 65尼特以下为 4320Hz PWM调光 前置摄像头 位于音量键同侧的边框中 是一颗900万像素的镜头 是不是游戏小钢炮 当然得看实测表现 搭载的是 骁龙8至尊版 LPDDR5T加UFS4.1 Pro的组合 咱们数据库走起 我们拿同样是 骁龙8至尊版的拯救者 Y700四代 给大家做个参考 小白色评4.5模型下 一小时王者 红膜电信平板3 Pro 平均帧率120帧 红板无压力 功耗6.2瓦 比Y700要低3.6瓦 大家肯定疑惑 功耗差异怎么这么大 我们再结合 13.20线大屏的 OPPO PID4 Pro的数据来看看 它也是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 功耗也才8.1瓦 这样对比就能发现 拯救者Y700的调度非常激进 再加上屏幕 一个是OLED 一个是LCD 这个差异也能理解了 不过温度上 红膜要高一些 到了45.3摄氏度 再来看看压力更大的原神 同样1080屁话之下 两个屏板帧率相同 功耗上红膜要低1瓦 但机身最高温度 比Y700高了2.3摄氏度 整体来看 红膜对游戏的调校还是不错的 但温度并没有压下来 这个风扇是不是不够努力啊 好在机身最热的点 在背面透明背板 中心应有树立气图案的位置 正常横拼打游戏的时候 是碰不到的 所以影响并不是很大 其他方面 开关机键指纹解锁 双S轴线性马达 搭载了新丝触控芯片 另外它还有24加1T的存储版本 Apple的适配上 还是以平行世界为主 不过B站目前还不支持左右拖动 OK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感觉红膜这次 就是奔着游戏小钢炮去的 在DNV主打游戏的小平板上 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目前来看 安卓的小平板呼声也越来越高了 红米的小平板也入网了 8.8英寸的LCD屏 听说后面还有华为也要入决 各家也是在卷配置 卷生态 看来安卓小平板的春天 真的是要来了 OK本期视频就到这 如果对你产生了一年帮助的话 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哦 我是你们的豆 赶我多皮划少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衣服出 太薄了